很多人都认为颈椎病虽然难治也痛苦,但是却不会致人死亡,不是妖宁的病,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,颈椎病能引起颈心综合症,表现为心前躯疼痛,胸闷,心率失常如早不少。 及心电图FT段改变,即已被误诊为关心病,无谓的吃药治疗,损害自己的心脏和血管,更严重的是颈椎病能引起患者血压升高或降低,其中以血压升高位多,称为颈性高血压,由于颈椎病和高血压病皆为中老年人的常见病,故两者常常并存,多少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因高血压, 引起脑出血至死至残,只知高血压危害,不知病在齐根,多少患者临终都未能意识到自己死于颈椎病,而不是高血压,医患颈椎病的三种人, 一,屁股沾椅子的,办公室白领,电脑从业人员,会计,作家等长期不按工作者,二,职业病危害的,老师,司机,流水线工人等每天五小时以上保持一个姿势,半天不活动,亦产生骨质增生, 三,人老病自来的,四十、五十岁的中老年人,不知什么原因颈椎病就来了,原因是多年肌劳成疾,加上平时运动上,造骨质自然生理老化,肌肉老损,颈椎病危害不仅仅在颈椎, 一,吞咽障碍,吞咽石有梗祖感,石管内有遗物感,少数人有恶心,呕吐,声音嘶哑,肝咳,胸闷等症状,二,视力障碍,表现未视力下降,眼障痛,怕光,流泪,瞳孔大小不等,甚至出现事,也缩小和视力锐减,个别患者还可发生失明,三,颈心综合症,表现未心前趋疼痛,胸闷,心率失常如枣薄的, 即心电图XT段改变,易被污诊,未关心病,四,高血压颈椎病,可引起血压升高或降低,其中以血压升高位多,称为颈性高血压,由于颈椎病和高血压病,皆为中老年人的常见病,互良者常常病存,五,胸部疼痛,表现未起病缓慢,的顽固性的单侧胸大肌和乳房疼痛,检查时有胸大肌压痛,六,下肢瘫痪, 早期表现未下之麻木,疼痛,脖形,有的患者在走路时有如踏棉花的感觉,个别患者还可伴有排便,排尿障碍,如尿频,尿急,排尿不畅或大小便失禁的,七,促导,常在站立或走路时因突然扭头出现身体失去支持力而促导,到地后能很快清醒, 不办有意识障碍,一无后遗症颈椎病常见的有七种危害,颈椎病危害一,亚健康,早衰,情绪不稳,严重影响生活工作质量,颈椎病危害二,隐息发作,早中期亦被忽视,晚期有致贪危险,颈椎病危害三,是引起血压不温,心脑血管病及慢性五官科疾病的重要原因, 颈椎病危害四,引起头痛,眩晕,耳鸣,失物模糊,记忆力差,反应迟钝等,颈椎病危害五,引起心慌,胸闷,气断,蜜,心率失常,防颤等,颈椎病危害六,90%以上有更年期综合症,植物神经功能稳暖的各种症状,颈椎病危,害七,引起慢性胃痛,微肠功能稳乱,颈椎病有九大严重后果,一,中风, 中风病人有90%以上都有颈椎病,很多人中风后,仍不清楚这一原因,二,失眠,神经衰弱,经临床观察在这类病症的人中,有70%的人有颈椎病引发,三,突然发作的眩晕,主要是椎动脉压迫所致,突然晕倒往往会带来严重后果,四,记忆力严重下降, 为椎动脉受颈椎压迫引起,严重会蓄发脑梗甚至脑出血,五,颈部僵硬不能转动,颈椎病因椎体蜕变,任该概化会导致颈部活动受限,六,植物神经功能稳乱,椎前原骨椎压迫使管后臂或刺激周围软组织反应引起,七,上肢疼痛无力,由椎间压迫神经根引起,可同时影响躯体两侧,发展较快,八,高危结瘫, 颈椎骨质增生,骨刺压迫颈部神经根和脊髓,导致发病瘫痪,九,耳聋,刺激或压迫颈椎,旁的胶感神经结后纤维引起,往往伴随事物模糊等治疗方法。 接下来,请留眼大夫带您一起来活动活动。 您的颈椎热身运动,前,后,左,又再来一次左顾右盼,头向左转90度,停留3秒,再向右转,停留3秒,做两个八拍,摇头晃脑,360度旋转5次,再反方向旋转5次,头手向抗,双手交叉即贴紧后,用力顶头颈,头颈向后用力,互相抵抗5次, 仰头望掌,双手上举过头,手指交叉,掌心向上,将头仰起看向手背,保持,5秒,经相整理,左手放在背后,右手手臂放在胸前,手掌力起向左平行推出,同时头部向右看,保持几秒钟,再换左右手,伸紧回望,双手向前平身叠掌,努力向前伸紧到最大限度,做扩胸运动,头向一侧回望, 保持两秒钟,换另一边,怎么样,活动一下,您的颈尖不是不是得到了放松呢?建议颈形,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,可以每天在工作之余,进行这样的锻炼,保护您的颈椎